臺灣現階段 其實很多人在問說 臺灣現階段 到底要有什麼東西 當然有人講 這什麼 國家願景 國家主權議事 這我看起來都 屁話 2015年的時候 在面對頂興股權出售案的時候 你是投下 因為國家安全理由 投下反對票 那怎麼四年後你就變 我沒有變啊 問題是 我上一次只發三秒就決定了 民進人要發五個月 國家安全最最重要 沒有任何人可以抵觸 只有國家安全才有一切 國家主權議事 這我看起來都 屁話 投資的廠商 有中國中資的嫌疑 非常的明顯 投審會嚴格為國人把關 不是啦 如果你要用這個理由 現在用五個月 所以下一次 招好一點理由好不好 國家主權議事 這我看起來都屁話 你知道